比較具體的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然後我們就很具體的 我這個按下去 我要的結果就是最後的結果 跟之前的最大差別之前是公式 現在的話就要結果 可是問題程式該不會撰寫的步驟 所以我們強調那個步驟SOP 以後你就照著這樣 照著這樣寫 我想應該VBA也沒什麼困難的 但你要記得步驟就大概這樣 一 請各位開啟什麼 開發人員 二的話呢 開發人員講過了 可以自己打開 OK Video Basic 打開之後的話 一般習慣它會是放大的狀態 那我習慣是把它縮小 為什麼縮小的話擺在旁邊 再來的話我們要寫這兩段 OK 那我先把它Delete掉 重來一遍 那怎麼寫 OK 一 我們一定要寫一個SOP 那個SOP名稱叫刮鬍之段 名稱不能跟上面一樣 所以我拿這個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這邊 直接按Enter就好了 SOP名稱Enter 這樣我就多了一個SOP 1 OK 應該不難吧 寫在哪裡 記得一定要寫在我們對應的這個 對應的專案有沒有 這個OK 它一定是VBA Project 那檔案名稱的話一定是 跟上面這個名稱是Match的 你不能寫到別人家裡去 如果你寫到別人家裡去的話 將來你的程式會跑到另外一個檔案去 所以之前有同學寫錯位置 奇怪 老師我的VBA為什麼回家就不見了 抱歉你寫到別的檔案去了 所以你要看一下 把它OK了沒問題 然後再把它縮小 接下來的話就寫到模組裡面 我前面講過了 你可以寫在同一個也可以分開來 不過理論上因為現在沒有幾個 所以就寫在一起就好了 OK 好 那接下來要寫什麼呢 首先我們就可以看著我們的需求寫後面的部分 那我的需求是什麼 我要 怎麼 就先把它清除好了 我要 我希望 我們一樣跑個回圈 所以回圈的範圍的話 一樣是什麼 For I 等於第幾列呢 第2列到第10列 然後打個Next 這固定的 反正回圈嘛 那做什麼呢 不過我先寫這個之前 我先不要加回去 先針對一個好了 哪一個 假設是這一個好了 我們一樣 先針對這一個 那問題這一個 我要怎麼找到它的前掛戶位置 找到後掛戶位置 特別注意 在VPA我剛剛講過 我們可以用Intrit 前面的話我先加個A的變數 A等於什麼呢 幫我找到 我剛剛講過 在Excel裡面是用Find 可是VPA裡面 你可以打VPA 電 I開頭 我剛剛有打一個 函數叫In3有沒有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呢 當然未來你想 可能同學說 老師那我怎麼知道呢 在VPA裡面到底有多少個函數 你可以按F1 直接In3 按F1呢 他會跳一個什麼 他的那個 所謂的電子的官方的那個尺點出來 他會跟你講說 這個In3裡面怎麼用 注意怎麼用法 預法怎麼寫 裡面放什麼東西 怎麼設定 穿揮什麼詞 然後相關的範例這邊都有啦 不過大家剛開始 你會覺得 看起來有點不太容易懂 不過看久了 大家慢慢習慣 另外的話還有這些 你會發現 有沒有 他底下 他所有的那個函數 都會幫你列表在這裡 函數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 大概100出頭個 如果你想要徹底了解的話 可能你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也許暫時沒用到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點進去 稍微把這個函數看一下 然後大概知道一下 在VBA裡面有這些函數 OK 那將來要用的話 可以拿來用用看 所以 基本上你要學的話 盡量是學會VBA的函數使用方法 然後以後的這些函數的使用方法都差不多 只是說他會針對不同的需求去使用它 那怎麼使用 比如說我們以In3這個範例來看 這個的話 我寫這個 In3前刮弧 那你會發現前刮弧之後 他後面會有個初體字有沒有 如果初體字的話 表示他就是要跟你要這個START START意思是說哪一個 哪一個字開始啊 不過外面有中刮弧對不對 中刮弧意思說沒有沒關係 OK 就是 那 後面的話有個START1 START2 主要是 我剛才講 FINE的話是先找前刮弧 可是 In3剛好顛倒 所以應該是去哪邊找 啊 去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我就跟他講說 啊 請你幫我到那個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 第三列 的A欄裡面 幫我找一下 找什麼東西啊 OK 逗點 幫我找一下前刮弧 然後刮弧一下 OK 這樣就寫完了 那意思是說 幫我把這個 用VBA裡面的這個函數 去 哪一個儲存格 去A3這個儲存格 OK A3在哪裡 A3這個 去找一下哪一個呢 找著青瓜虎 找到之後的話呢 1 2 3 他會找到是第三個字 所以得到就是3 幫我放在哪裡 放在A裡面 A的話是一個變數啦 變數就暫時放資料的地方 那不一定要叫A啦 你叫其他名稱也沒關係 那再來的話呢 第二行怎麼寫呢 第二行是找後刮弧 所以我先 把這一行複製一下 Ctrl C 然後呢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B B的話是什麼呢 就是 去幫我找到後刮弧的位置 後刮弧位置 OK 也就是一個A 放前刮弧的位置是3 B的話呢 是9 應該算下來是9 然後呢 如果我要取得什麼 最後的話呢 我要把最後的結果丟到哪裡 丟到這裡的話怎麼寫 那就是幫我丟到哪一個 丟到第三列的B欄 所以拿這個來改好了 第三列的B欄 等於什麼呢 等於後面就等於 如果等於 幫我切割 所以這邊一樣 有個MID函數 當然你可以打VBA啦 你不打也沒關係 VBA點這個可以忽略 沒關係 MID 有沒有它裡面有個MID MID前刮弧之後 其實它一樣就是3個 第一個什麼呢 你要切割的字在哪裡 那我要切割的字就是A欄裡面的資料 所以這邊的話 給它A 有沒有 MID A欄的資料 豆點 第二個它說 從哪個字開始啊 應該是從前刮後的位置加1嘛 所以呢 你可以寫什麼 前刮位置在這裡 A 所以是等於A加B就可以了 豆點 是你的前刮後刮壺 嗯 過來 好 打 這邊更改一下 因為前後刮壺顛倒 OK 這個把它移一下 對對對 好 所以有時候寫成是 真的要非常的細心 好 千萬不要一邊寫成一邊講話 很容易分析 那因為沒辦法 一邊一邊寫 好 那沒關係 反正正到時候 如果出狀況可以再把它修正 好 那再來到後面幾個字 嗯 後刮壺的位置有沒有 減掉前刮壺的位置 再減1嘛 有沒有上禮拜才講 後刮壺一下 好 寫完了 那不過呢 目前喔 只有針對第三列做處理 我們知心給各位看一下 第三列喔 知心 有沒有 第三列官就OK了 欸 但是問題來了 其他的部分怎麼做 OK 那其他的部分當然就是 再來就跑回圈了 所以再來的話呢 一樣嘛 4i等於這個2到10 所以這邊的話 然後Enter兩項 打一個nets 也就是說呢 待會我們不是只有第三列喔 我們要全部喔 所以全部的話就是 再把這些東西 搬到回圈裡面來 然後呢 記得喔 把這些東西按個TAB鍵 意思是說我要在裡面跑 再來的話呢 請你把什麼 把這裡面的3改成i就可以了 這邊改成i 這邊改成i 然後這邊改成i 這邊也把它改成i 所以裡面的話會有 4個地方要改成i 那就執行看看 不過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喔 如果執行的話 會有一個錯誤喔 哪個錯誤喔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哪個地方有錯呢 哪個地方有錯呢 怎麼會有錯 那你會發現喔 當然如果以後發生錯誤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你把游標先放在i上面就知道了 i等於2 意思說第二列出錯了 第二列哪裡有錯啊 看一下 趙大鵬 裡面怎麼樣 沒有前刮鬍 也沒有後刮鬍 所以喔 你會發現喔 為什麼出錯 因為喔 沒有前刮鬍 也沒有後刮鬍 那in3這個函數呢 回來的話 它的值是多少呢 就是0 find的話呢 是找不到是value錯誤 但是in3回來 0的話表示它找不到 ok 所以怎麼辦 那為什麼出錯呢 你會發現喔 a加1 0加1等於1 那如果是有幾個字呢 你會發現0 減掉0再減掉1 那等於-1 -1個字 有-1個字這種東西 當然沒有啊 所以錯就出在這裡 可是要怎麼解決 待會有跟各位講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如果我要切一個字的話 就要判斷一下 如果 A或者B 其中一個不不等於0 才可以去做這件事 如果其中一個為0的話呢 那就不要做這件 否則的話它就會出錯 就要把它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完成第一步 你回圈 我先把它倒車回來好了 回來到這裡 OK 意思是說呢 先找前刮戶的位置 再找後刮戶的位置 再做切割 那主要是以什麼 第三列去練習 待會我們再延伸回圈 再延伸一個邏輯 所以說 未來其實困難的部分 就是程式最難就是回圈 加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這兩個關卡 你就會過得了的話 哇 那以後程式就簡單了 OK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來 切一下 其實 程式最難學的 真的就是回圈 跟邏輯 你會發現 不管任何程式 VBA也好 或者是什麼 Python Java 任何語言 都會有回圈 都會有邏輯判斷 所以這些東西 如果你過得了 以後 如果不管你是不是寫VBA 其實也應該可以很快就上手 那A跟B這個都是變數 OK 也就是說 以後要暫時存放資料 你可以自己產生變數 VBA的特性就是 不需要宣告 不需要宣告 你要用的時候就先 就給它一個名稱 然後放在前面就可以 它是把最後 它那個結果 幫你存在一個變數裡面 OK 大概是這樣的寫法 試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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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